海洋根本真的好笑哦 啊 啊 希希啊 我給你講個故事啊 講什麼故事啊 就是 啊 你幹嘛 就是你聽沒聽說過一個說法 什麼 小孩不能帶老人的東西 為什麼 就是同前啊 他有這麼一個事 就有一個老人啊 他剛剛過世 是一個小朋友的老爺 這個小孩呢 就不懂事 就老想戴他老爺的帽子 但他媽媽就不讓 但是那天晚上 大家都很傷心 就沒有時間顧及到這個小孩 等到半夜的時候 陰陰風陣陣 這個小孩 就趁大人不注意的時候 就偷偷地潛入了他老爺的房間 找到了他剛過世老爺的帽子 然後他就把他帶來了頭上 當時 這個小女孩眼神也變了 嗓咪也變了 他就去找他的媽媽 他把他的媽媽叫醒 非常急速的 操著一口 操老的口一問 你知道他問了什麼嗎 問了什麼 他說 我是男爹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我十歲就聽我這個故事了 滾 他騙我 他想護你爹 你怎麼 你活該你單身 你怎麼 啊 什麼 什麼